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些油的, 降溫油 磨在這裡冷, 不要讓它滾 方絲磨石 茶油 然后熟练一下、两下、三下 搬磨石 再磨 这是手磨刀技 师傅华叔在石阵里找合适的磨石 大一、大二、大三 大四、大五、大六、大七、八、九 两刀就一定经过这一格 数字越大 磨石的密度越高 原理好像上楼梯要十级而上 而采用的石和刀价值需要对等 供育善其事必先利其弃 越章一把刀磨得锋利 前提要有一块好的磨刀石 这块磨刀石是华叔店里的 镇店之保价值十几万 是世界上密度最高的天然石芯 经历近一小时 一把手磨刀就大功告成 慢工出世货 考的是师傅的技巧和耐性 让大家见识一下他的厉害 完全不费吹灰之力 风和利不同 刚才我示范给大家看 很多人都不明白 是新刀 选择利是利 但它没有风 大半生磨刀 配搬华叔的 还有这张近60年历史的特制磨刀仪 下方配置柜筒放置磨石 是他入行至今的唯一一章 初初入行的时候 不是磨刀 是磨那些洋剪刀 当年我们的宅衣床多 都是磨刀剪刀 是全都做洗装的 工厂磨的 没有固定的地方 搞搞搞又有固定的地方 才磨刀 六十多年前 以前很容易磨刀 那时是四毫子 磨一把剪刀 那时是新饭 过意的人前 过意 磨一把剪刀 当年都罵到死了 那时 当然也不可以 你不过磨刀剪刀 知道吗 华叔磨刀都超过70年 自11岁入行 由街当做到开铺 兼进行业的兴衰 时至今日 对刀锋热情未冷 但遗憾是没有人成全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人学 他就还不到钱 骷髒又没有钱 一个两小时就贵了 做这些东西要很累 但这个一磨锋 时间长了 都需要没有学 我们一世人最怀恨 因为这些磨刀剪刀 一个也好 一个传了下去 但现在半个都没有 儘管世事不如人意 但华叔坦然 永不言诱 完全不得忧 晚上八门会是磨刀剪刀剪刀剪相 人形式 被老朋友腐atri感 被困治了 也不能忧忧 superior 中文字幕支不 Schutz